感受各地经济发展新迈动 探索区域建设未来新趋势 头脑风暴 深挖中国区域经济新实力 特别系列重磅来袭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时点 跟随我们的视角走进海南 向天 向海 向数字化 向青年力 全方位探寻 如何以科创之力打造未来之导 如何将旅游网红变为经济长红 如何开拓海南新青年的发展新格局 第一财经品牌栏目 头脑风暴 亲情打造 助力经济龙年同飞 敬请期待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第一财经头脑风暴 节目主持人刘夜 今天这期节目的开场 我并不是在演播室里 而是被蓝天 碧海 沙滩 椰子 树所环抱 没错 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我现在就在美丽的海南 今年头脑风暴特别推出了 深挖中国区域经济新实力系列节目 因为区域经济是推动地方周边 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而每一个地方 他们的支柱产业有所不同 第一站我们就首发走进了海南 我们希望可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当地的产业发展和未来的前进 这是一场区域合作的双向奔赴 这是第一财经品牌栏目 走过20年的全新出发 这是头脑风暴全力打造的独特对话平台 共同开启旅游投资新篇章 长红的核心是产品 短期的网红是必要的 一加一要大于二 在网上从来没有赢过 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输过 把旅游业的这种单次博弈 变成长期博弈 旅游产业如何应对网红压力 打造竞争优势又该往何处延伸 旅游加布局里究竟加什么 头脑风暴 深挖中国区域经济新实力系列之 如何从网红变长红 敬请期待 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口 非常知名的旅游网红打卡点 云洞图书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会在这里录制 也非常的期待我们所有的嘉宾 可以像云洞图书馆的名字一样 脑洞大开 我们共同要来探讨 如何让海南从旅游网红 锻造成经济长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作为中国南海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海南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 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更是推出了一系列产业政策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网红的光环固然重要 但是如何让这份热度延续下去 将海南从网红打造成为长红 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本期风暴嘉宾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海南当地旅游业的领军企业代表 海南省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葛永奇 海南南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陈伟斌 海南省旅游市场开发联盟 办公室副主任孙向涛 产业专家 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郭强 安永大中华区零售与消费品行业 主管合伙人郑明居 媒体观察员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电视新闻中心副主任于丽娜 以及与节目组一同来到海南的 投资人红江资本创始人宋骏 共同解读海南的旅游产业现状 和未来发展趋势 因为海南应该算是我们的 中国旅游业的初代网红了 但是这两年呢 其实有很多新生代的网红 所以呢 对于海南这个初代网红来说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风暴演绎 旅游产业如何应对网红压力 在当下说起网红旅游城市 你会想到什么 是烧烤烟火气十足的山东滋伯 还是公主请上车的成义尔滨 过去一年 长沙 滋伯 哈尔滨爆火出圈 然而 若论长盛不衰的国内旅游目的地 你的答案里一定有海南 三亚的阳光 沙滩的这个海滩风光 然后呢 其次就是好吃的椰子鸡 我觉得是每个人 就是都会去一次的地方 我觉得每个城市 他们火的那个可能特点不一样 像哈尔滨可能是它的一些美食啊 或者是人文风景 那海南更重要的可能是 它的风景啊 气候 像这种内陆城市一般是很难见到的 我昨天下午去的沙滩 我在那边 坐在沙滩那个地坝上 坐了两个小时看日落 所以我感觉这个就特别的让我一项深刻吧 阳光 海滩 夜风 地浪 冬季来享受阳光 夏季来乘风破浪 在海口体验齐楼老街的南洋风情 到三亚感受避浪迎杀的美景 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度假首选 但随着新近网红城市的不断出现 海南网红鼻祖的地位是否受到了威胁 海南还是有点热 不适合暑假的 就是夏天来嘛 我觉得云南可能更好玩一点 因为我觉得云南可能可替代性没有那么强 就是海南的话我感觉去东南亚也可以 太热了 不喜欢太晒的地方 面对竞争 海南又该如何接招 才能从旅游网红走向经济长红 风暴即将开始 所以首先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海南作为旅游网红打卡的初代网红 会不会感受到自己的地位 又受到威胁了 哥总 压力肯定是有的 每个城市 每个省份之间的竞争 将来会持续的 但是我们信心也十足 长红的核心是产品要好 短期的这个网红是必要的 作为一个城市 作为一个省份的营销 这个是必要的 但是要得到持续发展 还是要靠产品 对于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压力 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动力 那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这种特色资源 把我们的这个品牌优势 可持续地进行下去 其实我们海南一直都处在 长红稳中提升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我们海南在打造旅游经济的时候 我们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事 踏踏实实地把来海南的人留下来 能够让他来消费喜欢海南 爱上海南 我想我们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啊 之前就是网上有一个梗叫做说海南的旅游在网上舆论上从来没有赢过 但是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输过 如果说是跟国内相比的话 不如说跟国外相比会有一些这种危机和挑战 比如说今年开始我们中国开放了对泰国和新加坡的这个免签 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这个丽娜不愧是媒体人 看似接招实在放招 海南的对手其实不在国内 那都是周期比较短的一个潮流 我们这个撼动不了我们海南的地位 但是反之呢 从争取短途游客的角度 短期游客角度来讲 东南亚的竞争呢会非常激烈 所以我坚信海南的出路可能在长期的 比如投资养老教育这种短期旅游无法取代的功能上面 那么网红现象呢 实际上是最近几年特别实行起来 跟网络的一些潮流 尤其年轻人的一些消费行为有关 这个里面呢 也反映了年轻人对文旅产品 求心求意 也是求一种时尚潮流 是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就是从大的盘子来说 也反映了我们整个的市场 对文旅产品的消费 还是巨大的这种需求 那我们有一些隐忧 在这个赛道里面所谓的爆火 至少我没有看到它可以可持续发展 但其实我觉得海南这方面的话是值得去思考的 我们很多的东西的时候除了做旅游 可能要结合一些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其实背后的历史啊 一些文化啊 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的等等 这方面的话是可以输出的 现场的嘉宾普遍认同 国内新近网红旅游城市的短暂爆火 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海南老牌网红旅游目的地的鼻祖地位 不过境外的旅游城市给海南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同时如何从短期旅游转向长期的功能性建设 或许是海南下一阶段的重要命题 那么海南如何加速提升作为知名旅游城市的吸引力 又该如何打造除了旅游本身之外的竞争力呢 以后不要提旅游了 我们就叫美好生活或者叫消费 看一下数据的话 有二十多家 他们的单店的销售是全球第一的 一加一要大于二 才能释放出这个旅游家的这个价值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破题点了 就是我们要做旅游家 头脑风暴 深挖中国区域经济新实力系列之 如何从网红变长红 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第一财经 欢迎第一财经 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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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海南 开海南如何打造新制生产力 寻找海南新青年 打开旅游投资新篇章 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海岛 海南的地理优势突出 自然景观得天独厚 人文风光极其丰富 在海南四大主岛产业中 旅游业当之无愧居首位 不但是海南的传统王牌产业 也是海南经济的最大亮点 同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 海南旅游也将继续发挥当地主导产业的领先优势 2023年 海南全省接待游客 9000.62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813.09亿元 比上年增长71.9% 然而 旺季消费昂贵 免税店断货 餐饮缺金少两等服务问题 频频引起关注 2024年春节 关于海南上岛容易离岛难的话题 数次登上热搜 同时 温弱旅墙 候鸟经济等深层次问题 也不同程度 束缚海南旅游业的发展 未来 在走向长虹的过程中 海南作为知名的旅游胜地 要想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海南还可以在哪些领域 进行深入布局 来共同助力当地经济 实现长虹 风暴继续 风暴掩二 打造竞争优势 该往何处延伸 最近 尤其是春节期间 整个海南的接待能力 负面传出来声音比较多 包括新海港 开车的人出不去岛 包括几大机场 航班没有都满员 包括酒店的价格高 我其实省里头非常重视 我们是正面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企业也看到这个问题 也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这个动作或措施 适度地可以去减缓 或者解决相关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新海港 它现在这个轮渡码头呀 游船呀 量不够 我们可以从什么 浦前呀 从青岚港呀 从丹州呀 也可以再加开一些船 春节期间航空 其实大家关注了没 三亚海口机场买了以后 博鳌机场马上启动 博鳌机场加大了很多航班 这部分是 完全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是说实话 要根本性解决 我觉得在黄金周这种情况下 还是难以杜绝的 其实这也是叫 成为网红的这个困扰 对吧 因为越来越多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流量 它势必会对工作 接待带来更多的挑战 从我们的投资人角度讲 我们是相信市场的力量 相信所谓看不见的手 就像刚才葛总说的 接待能力有季节性的差异 这是结构问题解决不了 但像孙主任说的 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 你服务质量是可以提高的 那么如何把 旅游业的这种单次博弈 变成长期博弈 那么让商家 能够感受到 他的信用机电 和服务质量 能够为他带来更多的客流 就长期的回头客 这个问题 如果政府能在信用机制上 能在管理机制上 有所增加的话 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 可能我觉得对海南是个机会 海南 其实旅游这个词 我跟郭院长一直沟通 我说以后不要提旅游了 我们就叫美好生活 或者叫消费 因为你现在关注一下 这些网红 卖烧烤的 它是旅游吗 村超它是旅游吗 不是的 过去提旅游六要素 吃树行游狗鱼 后来又增加到十二要素 商养学闲情期 我觉得现在没有边界了 海南国际旅游岛 海南的还有一个名称 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我觉得消费 或者美好生活更能代表 或者再回到旅游最初的 我们分类里头 叫目的地 海南就是个目的地 这个目的地不光是 travel这一个词 它还有suffer 还有冲浪 还有study 是吧 还有别的 就是各种 其实我们旅游作为国企 我们也是在关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所有的目的地都是这一个目的 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它停留时间越分散 服务可能越保障 越集中越难保障 那这就是需要我们提供不同的产品 冲岛里头最大的就是免税政策 那未来我们从产品 从刚才提到的这些 都其实可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葛总给我们提了一个新的课题 就是海南作为美好生活的目的地 我们可以为它除了旅游之外 再打造出哪些目的地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海南提出过一个概念 叫做全域旅游 也就是说整个海南岛 不仅仅是集中于某个城市 某个景区 而包括我们整个广大的乡村 都可以是我们旅游的目的地 那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环岛旅游公路 包括我们的环雨林 这个环热带雨林的公路 那实际上都是让大家快进 然后慢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023年去年的12月18号 988公里的环岛旅游公路正式开通 因为这个产品你本身走一圈 正常开车开一圈都得10天左右 因为它这个限速是30到40 不是环岛高速 988公里你按30公里算 其实每一个地方你如果停留 真的10天开个房车根本不够 当然这些从旅游产品 美好生活的这个角度 无论是对投资人来说 还是对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打开了另一扇门 无论是环岛公路的建设 还是美好生活的体验和消费 嘉宾们的讨论明确了一点 那就是海南必须逐渐 从单一的旅游产业延伸出去 进行旅游家的全面布局 当下全球旅游业的重振与发展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课题 一份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调查显示 地区经济越发达 国际旅游收入占比越高 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表明 国际旅游收入最高的国家地区 几乎都是经济最发达国家省份 只有个别国家地区由于独特的旅游资源 才能创造较高的国际旅游收入 一个可行的解释就是 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国际游客 从而创造了较高旅游外汇收入 那么由此看来 海南旅游业想要持续发展壮大 就必须要把整个区域经济做大做强 旅游家的全面布局 或许能成为海南实现经济长虹 最强有力的抓手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再逐渐地打开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破题点了 就是我们要做旅游家 就是这个海南除了旅游之外 还可以打造出哪些产品 海南的环岛的旅游公路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慢节奏的产品 一个可以打破旺季淡季的节奏 我觉得教育也是很大的 比如说企业家的类似的这种进修 我们企业家可以到海南来 一边旅游一边结识各种同行 我觉得你这个特别好 对 那么又可以享受 这里当然有很多各种运动 也可以为海南带来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机会 这个话题其实对海南来说 是特别有特点而且特别有优势的 我们一直在海南是力推旅游加旅游 或者说我们也是力推旅游的新业态 我们海南主打主导产业 这几个都可以加起来 就变成不同的这种业态 跟着刚才宋总说的 他刚才说的比如说企业家的教育 那我们再年轻一点的可以做沿雪 沿雪旅游 在海南因为有生物多样性 有深海 有我们的科技城 有文昌的发射中心 所以有很多在其他地方 见不到的这种路上的海里的 一些这种物种 我们的这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可能到海南来 对青少年来说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启发点 这个特别棒 我们南国其实做了三十一年的 这个叫美味食品 那么我们就是利用 我们海南特色的椰子 把椰子那块这个产业 把它进行生根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 要做好品质 第二个我们一定要 要借助我们当今的 这个叫好的一种 叫我们讲的 这个新零售的模式传播 我们的美食来海南 我们可以吃到 这个非常天然的 美味的 无公害的健康食品 我插一句话 这个只能在海南吃 拿回去就不行了 海南的四大名吃 你注意一下文昌鸡 没有动的 海南的牛肉 本岛产的牛肉 你拿不走只能在海南吃 各种说 邀请游客来海南 美味才能品尝得到 那么我讲的话题加 就是说 我希望他从海南走的时候 能把这些东西带走 那我现在要加的 就是我们旅游家购物 旅游家购物 它主要得益于我们 这个自贸港的 离岛免税政策 那我们海南的免税购物的 这个企业跟品类 也是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丰富 线上的购物体验 又可以在线下上有着 这个完美的购物服务接待 其实我们应该把它 看称成为这个 有机的融合 一加一要大于二 才能释放出 这个旅游家的这个价值 我想下一个风暴点 我们谈一谈 海南在免税购物方面 有哪些独到之处 旅游家布局之消费购物 作为国内唯一的 离岛免税区域 在海南不出国门 就能享受免税价格 同时在全球最大的 单体免税店的加持下 海南正在为国内外游客 打造一个购物天堂 自2011年政策落地至今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超2220亿元 2020年 海南离岛免税商品品种 由38种增至45种 离岛旅客每年每人 免税购物额度 从3万元提高至10万元 取消单件商品 8000元免税限额规定 2023年新增 集购集体 担保集体提货方式 一年来 两种新增提货方式 购物件数超430万件 购物金额超40亿元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让海南的免税购物 更具吸引力 也让海南在自然风光之外 又有了经济发展的新抓手 应该说离岛免税是中央给海南 支持海南自贸港一个政策 它毕竟是一个特许经营 目前全岛是12家店 6家企业 这两年 每年也是增加的 增幅非常高 现在人均离岛 可以带10万的额度 25年之后 势必会再进一步放开 包括岛民的免税 这一方面应该说是 海南一直对标 不是说对标国内 因为一直对标的是 迪拜 新加坡这些政策 因为购物是旅游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所以它整个带动区域的发展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如果是 可以更进一步的话 除了这些国际的时尚 著名的品牌之外 能不能有更多 我们的本土的结合文创的 这些品牌推出来 丰富消费者的选择 更多的国潮 我们所谓的 这个补充在其中 我觉得可能是 不光是说 让海南变成 中国消费者买海外 进口大牌商品的一个 一个简陋 或者便宜的地方 也是国际游客 买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个窗口 可能会更好一点 确实是 现在我们已经在海南 这边的话 应该是有超过 1500多个国外的品牌 然后我们也知道的话 去年只是看一下数据的话 有20多家 他们的单店的销售是全球第一的 那还有就是 他们也证明了 是全球的价格来看的话 他们是最低的 所以这些 这么有性价比的 这些东西的话 确实是很有吸引力 那其他的一些建议的话 除了是更多地去挖掘一下 国内以及国外 不同的这些品牌 可以引入到我们海南这边的话 会更好 然后我也非常期待 各种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岛内居民 他们的免税的政策 到底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期待这个 只要有这个的话 一落地的时候 其实我们海南自贸港 在免税品这一块的话 整个版图的话就全了 其实免税这个问题的话 主要的取决于 就是性价比的问题 其实你不去对比 你是不知道海南的免税 到底有多优惠 我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去港澳出差 我这个时候正好是想 换一部iPhone的手机 我去港澳所有的这个iPhone店 我都去看了一下 比我们海南的免税 一部手机同等型号 至少要贵800块钱 所以说我说 我还是回海南去买吧 所以说你对比之后 就会发现 海南的东西就是这么便宜 那你来到了海南 九千万人口 你有什么理由 不把这么便宜的东西 带回去啊 直接拿数据 亲身体验的数据来对比 但是我会提出一些问题 比如说 线上的购物品类不够全 还有线下购物活动规则很多 排队很久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 一个是对需求端的 一些精准的预测 然后和供应商 供应链和物流进行优化 提升的效率 包括刚才您说的 线上线下的产品的配合度 以及现场的消费体验 它为什么排队很久 支付这些环节 要打通银行啊海关啊 等等的一些信息上的 这样的一些壁垒 所以这里面呢确实还是有很多的事 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先接宋总刚才提的那个建议 非常好 现在我们说的各位啊 都是围绕着这个免税商品 都是进口的 其实我们海南制造的 现在确实很少 海南特色的也很少 他希望的是全国 不光是海南 是你说这个也非常好 咱们国潮对吧 各种各样的 利用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 这个政策加工 就是包括国内的一些好的产品 进来这个确实是我们做的 这个这方面做 但是现在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布局 刚才宋总说那个文创 其实我们也在 最近也在梳理 海南最典型的这些代表文化 有文化有历史 有特色的这些食品 原材料呀 如何变成这个商品 让大家带走 陈总一直在点头 包括这个椰子机 现在好像也已经 有一些产品已经走出去 包括陈总 包括我们一些 热带水果的这些产品 包括我们将来 热带这个农业的一些新产品 这方面都在布局 我们旅头本身也专门 今年也成立了 这个文创板块 就是围绕海南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一些产品 特别是这个农产品 我们在做开发 我们要做国际 国内消费双循环 应该是 应该是今年年内 应该能推出一批吧 整个购物的体验 能够更好地提升的话 确实可以进一步地 去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当海南的旅游 与品质生活 消费购物挂钩 这座老牌旅游城市 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和经济增长势头 未来 想要实现经济长虹的发展 海南需补齐 哪些领域的短板 事情都是靠人做的 你就人才不解决 你地方发展不起来 海南的基础教育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短板 未来 我想海南吸纳的投资 不仅仅是国内的 什么产业 更适合海南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头脑风暴 深挖中国区域经济新实力系列之 如何从网红变长虹 精彩稍后继续 旅游家布局之人才教育 如果说免税店的加持 让海南的旅游家布局 走通了第一步 那么教育就是连接旅游购物 投资三个环节的关键纽带 海南发展的后进 从根本上说 在于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为了提高当地教育水平 海南积极出台相关政策 预计到2025年 基础教育短板将会基本补齐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将取得明显成效 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大幅提升 同时 海南在引进全国优质教育人才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 允许境外理工农医大学 及职业院校在海南独立办学 力求打造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 随着人才引进工程的推进 以及一批国内外知名高校 在海南落地 海南的教育系统 是否能够为海南产业发展 培养所需人才 助力海南经济快速通飞 建海南自贸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叫海南国际教育岛 这个里面有非常独特的政策 一方面是鼓励中外合作的这种办学 另一方面 理工农医类的国外的高校 是可以到海南来独立办学 这个在全中国独此一家 所以现在我们海南也在大力地引进 国外的高等教育的资源 在临水海南就建了黎安国际教育岛 在这块政府是把硬件的都做好了 教设工程 这样的话国外的高校 或者是跟我们合作的高校 直接就可以入住 那这样的话呢 就跟海南整个自贸港的政策 就是比较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但另一方面 跟教育相关的一些 衍生的一些生活上的这些消费 也就留在了海南 留在了中国 所以就刚才讲的 把这个消费力留在了海南 宇老师 从媒体人的角度 你如何来看待海南教育方面的挑战和不足 其实我们在教育方面 之前海南的基础教育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短板 但是我们这几年通过这种 引进国内的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们实施的叫做一世线两校议员 就是把我们全国的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 不管是北京的也好 上海的也好 各个地方的优质教育资源 引到我们海南来 来提升我们海南的基础教育 这样子让我们海南的小朋友接受的教育 和我们内地的其他城市的接受的教育 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补足了我们海南之前的这种教育的短板 我想教育一方面当然是作为一个产业 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 其实也是人才一个非常重要的培养和供给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如何来看待海南发展教育 对海南本身产业经济的带动 以及对于企业发展的主力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省 其实最终的竞争还是人才的竞争 这个我到海南工作这一年多来 有时特别是我们的企业 特别缺人才 很多事情其实 现在从省里头 从各市县 因为引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 其实在执行层面 特别是在基层一线 人才特别缺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海南可能教育如果做不好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必然也做不好 所以这些我们一个是省里头也非常重视 我们企业这两年 每年从省外引进的高端人才 大概占我们现在高管的70% 但是这一方面这是个短期的 长期发展 你整个的节奏要跟上 人才的梯队要跟上 还是得靠自身 2023年 海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33,193元 全国排名第16位 当地工资不高 工作相对悠闲 但物价较高 因为我这样去海南出差 海口跟三亚的物价确实是蛮高的 此外 海南基础教育相对薄弱 加上当地生活成本并不低 虽然有一系列的落户政策 但是生活成本和子女的教育前景 是许多计划落户海南的家庭 主要的担忧 我觉得如果是年轻的话 我可能更会选择一些大城市 如果海南有比较好的工作情况的话 我觉得就是能提供比较好的工作 就业环境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考虑 同时在2023年底 牛津经济研究院做了一份 面向旅游业内人士的调研 其中 57%的受访者认为 人手短缺 招聘并留住员工 是目前旅游业遇到的最大困难 由此可见 海南如果想要从单一旅游胜地 转型为全球知名的综合经济区域 人才短缺的问题 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 其实对于人才教育这一块 我们海南旅游行业 其实它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海南本岛居民的孩子 去省外读了大学之后 省外的的确确它的收入和当地的消费水平 它是成正比的 所以说很多本岛的孩子走出去了 不回来了 像我也一样 我也是从东北来到海南求学的 我们应该多扶持一些 能够留在海南的孩子 那我们留在了海南 我们的工资不高 但是我的消费水平是北上广一线的消费 那你说这个人怎么能留 我们本岛的孩子 你读了这个大砖 你不算人才引进 是不是 你外来的孩子读了大砖以上 叫人才引进 读了本科之后来到海南就业 还有我们的房屋补贴 但是我们本岛的孩子 基本上在海南是享受不到的这样的优惠 所以说的话 我们的人才的培养这一块 除了我们吸引岛外的这些人才引进 我们更注重地培养本地人才 你招来都是外来的人 他对海南不了解不熟悉 那么现在我们旅游讲究的是赶超比拼 讲速度 是不是 讲时间 是不是 你等到他来三年五年熟悉海南了 那我们的自贸港都已经建成了 那你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 所以说的话 对于人才这块应该是 岛内岛外引进和岛内的重点的扶持 跟培养去挖掘 这应该能解决企业的真正人才的问题 说到底啊 这个事情都是靠人做的 你这人才不解决 你地方发展不起来 而我觉得我们海南办教育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除了我们有政策 有各地的外来人口的这个补充之外 我觉得核心一点就是 我们海南本身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点 会提供大量的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的机会 如何利用这个趋势来吸引人才到这里来学 更重要的是留在这里发挥他们的才能 这个是很大的一块 海南对资本吸引力最大的 我们说这个做得好的就是我们有税收的优惠 那么对人才隐性的政策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东风是什么 东风是产业 一旦有一个有爆点的产业出现 我相信投资人们会自然会蜂拥而至 非常同意宋总说的 但是我会再补充一下 就是我期待有另外一家 或者是更多的 甚至更多的海南本土的一些企业 能够走资本市场的这条路 让更多的人在全球方面的话 看到我们海南企业的一些亮点 因为听上去的话 除了有政策之外 企业本身其实有能力的话 慢慢再提升了 引入国际的人才的话 也有这么多的一些好的 包括我们15%的这个地的税率 刚刚也说了教育 其实你要引进这些高端人才的话 他就要想想他的孩子 过来海南的时候 我读什么样的一些学校 是不是能跟我本地的 他寄国家的那个教育的话 能够对得上 这些比配的 这些都是他们会考虑的一些点 这是一场区域合作的双向奔赴 这是第一财经品牌栏目 走过20年的全新出发 这是头脑风暴 全力打造的独特对话平台 共同开启旅游投资新篇章 长红的核心是产品 短期的网红是必要的 一加一要大于二 在网上从来没有赢过 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输过 把旅游业的这种单次博弈 变成长期博弈 旅游产业如何应对网红压力 打造竞争优势又该往何处延伸 旅游加布局里究竟加什么 头脑风暴深挖中国区域经济新实力系列之 如何从网红变长红 风暴正在继续 旅游加布局之企业投资 未来我想海南吸纳的投资 不仅仅是国内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爆点 还是在全球的境外的这些资金上 未来我想在尤其是封关以后 这种机会是非常的多 当然我们海南也树立了 刚才说的四个主导产业 我想这四个主导产业是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些投资领域和方向 因为我觉得我们海南的这个信 各地的投资过来 我们海南成立了这个营商环境厅 实际上就是服务于这些企业 服务于来海南投资的这些人 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政策保障 有这些政府的力度在支持 我想未来海南会成为一个投资的热土 从企业的角度 特别是从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的角度 我认为最大的机会是海南缺少竞争 要做个什么东西没人跟你比 这个除了星巴克曼那儿就是最好的了 什么皮业啊什么这些都没来呢 所以大家尤其是在两大主导产业里头 我觉得对内地的 尤其是长三角 珠三角在海南的机会远远大于 因为除了刚才说的这些税收政策 最关键是竞争没有的 北上广深的好企业到海南就是最好的 甚至北上广深的第二第三名到海南就是最好的 那你企业核心还是做竞争嘛 海南没有竞争 当然是热土 大家也都看到了这种机会 主要还是围绕前面几个 就是一个是旅游业 一个是现代服务业 还有这个科技 特别是还有一些自贸港的一些 这个进出口贸易啊这一类的企业 应该说海南的优势非常明显 所以也欢迎大家都来 我们国企院也跟大家一起干 其实呢我们企业更多的还是考虑一个就是营商环境 为一个营商环境啊 就决定了这个企业它来到这个海南 那么海南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政策 然后呢土地啊税收啊各方面有什么优惠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还要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产业的方向性 这个作为海南来讲 什么产业更适合海南 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港珠澳一些企业 他们是说工业企业 他们到海南来 他们就很难去发挥了这个他们的优势 那我们海南呢主要还是以教医 康养 旅游 所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方向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海南的吸引投资能力它在今天开始或者是在往后的一段日子里面一定是越来越强的吸引力 它主要得益于几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说国家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政策是逐步地在加码 你会发现一段时间就给海南一个政策 一段时间给海南又开放一个政策 所以海南是一个政策的高低 对 政策的高低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海南的市场 它的市场空间大 我们讲的除了我们海南背靠着我们全国的市场 我们还处在这种国际跟国内双循环的这个交叉点上 所以说我们的市场的优势是巨大的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产业优势 其实我们海南的产业 别人都看着都说海南没什么产业 海南什么产业都弱 那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海南是在培育它自身特色的优势产业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着这么巨大的吸引力 才会吸引着我们四大主导产业类型的投资商 来海南投资行业 这期节目是头脑风暴深挖中国区域经济新实力 海南篇的第二集 探讨海南如何从国内旅游网红地 转型为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 并拥有持久吸引力的综合经济区域 栏目组也带着这个问题从上海来到了海南 经过实地调研以及录制当天多方嘉宾热烈讨论 我们发现其实海南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他的答案 不但清楚地认识到旅游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还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布局 同时政策全面支持多个产业来助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 大到全球投资机遇 小到老百姓消费购物的实在获利 以及优化投资环境和企业税收减免 也为年轻人教育拘留创业提供机会 这些都是海南在向中国乃至世界传达出的响亮声音 节目尾声 海南大学郭教授的一番感慨 也道出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以及栏目组的初心 今天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 就做了非常好的工作 上海是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海南是我们国家制度创新 现在建自贸港 中国特色自贸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想上海电视台起了非常好的桥梁作用 把海南的政策 海南的优势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也有利于上海的资本 人才 还有不方便面的资源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 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录制得非常好 非常成功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郭教授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可以到海南助力海南 让我们看到海南 从初代网红到长红 再次感谢各位参与本场节目的讨论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通脑风暴 我是刘烨 我们下期再见